看似夸奖儿子 实则称赞自己 比利先生小巨蛋 拇指同框演出乍翻全场 时髦拇指导将在台东跨年合体 我其实有一个 跟大家可能期待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蛮想看他们的talking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talking很有趣 就是无法预期也没有脚本 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比利的妙语如珠 时常逗得周汤好哭笑不得 这次两人会担任台东跨年压轴 是钟爱这个城市独家献唱 冷面宵将陈汉点将大党DJ 咖啡堂贤林主持 台东跨年堪称全台含金量最高 招舍歌手热狗会现身炒热气氛 还有金曲歌王吴清风 以及三金得主卢广仲 镜头在来到台北 我对你孤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证券 彩钢结束 巡回演出的刘若英会陪台北粉丝一起跨年 还有拿下金曲奖四座歌后宝座的新加坡天后蔡建雅 以及911照亮台北跨年夜 周星哲则是前往台中跨年 罗志强则继续在花莲演唱 另外台南卡斯很国际化 台南跨年我会今年请到的这些日台南韩团 我倒不会说外来的和善比较会念经 但是新鲜感是一定会存在的 今年的都比较新的眼孔 我觉得有在追 就是所谓的哈韩族哈日族的这一群年轻朋友 应该会蛮开心的 台南跨年有延安伦主持找来日本女团Fruits Zipper 以及韩国的新生代男团E-PASS 歌手学妹也会到台南开唱 摇滚天王五百和苏惠伦则是坐镇高雄 大开跨年齐聚 星光异役 越来越新闻张梅游张 启云海北报道